夏天来了 我想很多朋友会这么一个烦恼 短裤虽然凉快 但是又觉得自己穿短裤腿型不够好看 太粗太细等等等等原因 那长裤又太热太闷了 那所以今天我想推荐两条 我个人觉得非常不错 在夏天兼具舒适度和穿大的两条长裤 Painting vivid pictures call me Basquiat Picasso Copo head honcho now my followings collazo Ain't no box of bacquiao but got the chopper to the castle It's like you heard gospel I sing the ghetto gospel The choir like my reefer in the preacher got my eyes low Just the merry jangle make me sleep from singing high notes The bible hold on rifle Good night folks 大包小包了没错 等会我们就要去露营了 那我们受Gamichi的邀请了 等会会去到一个叫凤贤区 冯县区 whatever 反正就是一个城市户外公园 要进行一个两天一夜的露营 OK let's go 别人的别人的露营都是有车有房 我们的露营是有7-11 哈哈哈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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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露营其中的一小块区域 这一块的区域应该是给那些自驾带着汽车来 或者是房车的一些朋友准备的地方 一面来这辆大区呢 太帅了 这排气 There's the music Oh my god 我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哈 董哥 我们是来露营的吗 哈哈哈 太惨了 妈的 我们是来收垃圾 哈哈哈 太惨了 露个锤子 稍微有一点点尴尬 我们来早了 没错 但是其实另外一个方向也挺好 就是我们能提前知道 整个露营从一开始从零到有一个搭建过程 以及 大家有看到这个空中飞舞的蚊虫吗 我靠 Oh my god It's so crazy 就在我们的包旁边 大家有看到吗 简直像一个战斗鸡群似的漫天飞舞 所以给到任何一个想要参与露营活动朋友们 一个建议就是一定一定能不穿短裤 尽量不要穿短裤 一定要带六神花露水 对 这里不是帮六神打广告 一定一定要带一些防蚊 驱蚊的东西 因为户外真的太多虫子了 果不其然在场的人 我看大多数穿的都是 这两年最当红最火爆的 萨拉蒙跟Hokaoka 但目前其实Hoka我只看到了那么一双吧 其他都是萨拉蒙 对了 别忘了今天这影片的主题是什么 夏日裤子推荐 那正如开头所说 我今天穿的这一条的这一个 南阿米卡的夏日锤裤呢 其实这条是我非常非常非常推荐 而且是穿着次数最多的一条 没有穿裤子那种感觉 Oh my god it's so hot man 太热了 天啊 因为是在大平地 我们找一个很大很宽敞的一个平地 做这次的一个露营party 所以大中午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热 所有人呢都聚在树底下 或者在自己的天幕下去乘凉 去聊天去chill 还有一些在做午饭啊 还有一些在跟着music 在dancing so 是很满 氛围是真的很棒很好 然后感觉更像是一个大家一起聚会 一个交友的一个party 然后大家一起亲近大自然 然后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们一起聊天 聊聊生活 聊聊anything 所以说 不行 真的好热 我要出去了 因为我在这个 现在在这个帐篷里 大家可以看到帐篷 其实像这种 这次的grammich的这个帐篷的话 是那种尖尖的 像金字塔的那种尖尖的那种 帐篷 然后只有一根这种顶梁柱 然后它底下的话是有四五个这种窗口 是方便您透气的说 所以说 除了注重蚊虫之外呢 大中午或者说大热天的时候 夏天录音一定也要涂抹好防晒的东西 不然真的 我们会后悔的 西是这个方向 西怎么了 西晒吗 西 西边是这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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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先用 可以 等一下用它的吧 好 它的不爱晒 你放眼干嘛 我给你弄好了 别让我尴尬 我尴尬 肯定摁了呀 不知道我对了自己干嘛呢 我还照镜子呢 发现半天没录 录影配西瓜 别看别看别看 念不出词了 Everybody我回来了 刚刚好吞吞猛啦啦怎么翻蕾呢 还不是为了你们 因为我觉得在营地那个吵杂热闹的环境上呢 我很难去讲裤子的一些细节啊 低调的东西 所以我就 瞬间一动 回来 专门给你们讲裤子的一些细节 怎么样感不感动 赶紧一键三连安排上啊 OK 那我们说回刚刚那条Nanamica的黑色长裤 我真的真的不得不夸压它的面料的舒适度和透气性 让我在那么热的夏天那样的营地下 依旧能保持一个夏天的干爽 嗯 怎么感觉怪怪的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第一眼有没有觉得这些户外品牌 他们做的裤子都好相像啊 这条裤子这个版型呢 就特别像今天主办方露营活动主办方的Grammich 他们的常规定番产品那个裤子 以及日本指标的Noiface裤子 对 这几个品牌的定番产品呢 都是有这种版型的裤子 而且这种版型裤子 在city boy跟日潮南海中的上升的频率是非常非常的高啊 偷偷告诉你 日本指标的设计师呢 就是Nanamika的主力人啦 那说回这条裤子呢 那这条裤子的面料是那种 应该是我觉得是复合材料那种 非常轻薄 轻薄而且非常的透气 这里有个随喜标写的是 Designed by Nanamika Japan 以及这边有一个 Nanamika的它一个像是座右鸣的感觉吧 我给大家念一下啊 Nanamika everything is original You see the star in the night sky You feel the wind when you move Your body is energy by sunlight Oh对 Sunlight Every day pass by unusually But when you are part of nature Do not copy from nature in Japan 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它在强调 它的产品很基础很普通 但是又是那种很让你能融入大自然 亲和大自然的感觉 跟你强调说每天都是一样的 但是却又有点不一样 所以Do not copy 那这条裤子呢 官方有一个科技叫做Alpha Dry 对 Alpha Dry的意思就是 它能让你在炎热 就是你的裤子外跟裤子内有一个温度差的时候 它能保持你裤子内是一个较低于户外 较低于裤子外的一个温度 所以会让你感觉非常干爽非常舒服 它的版型上是后面是有两个很基础的一个口袋 对左右各一个这种很基础的口袋 我觉得还是够用的了 然后说一个小诟病吧 就是我在使用中觉得有点不太顺手 或者不太舒服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设计很好 对它在你右边的侧带这边呢 会给你在口袋中再加一个口袋 You see 看到没有 就是给你放一些像牛仔裤的那种小口袋 放怀表 我估计是类似于这种功能吧 但是有一点不好就是我每一次穿裤子 我要放手机的时候 我那手机就会卡在这里 所以就会让我有时候会有点不太顺手的感觉 那第二条跟大家说的Nanamica的裤子呢 就是这条我手中的军绿色的一条军裤版型的裤子 那这条裤子呢 我觉得它跟我刚才那条的裤子的话 稍微的有一点不太一样 但是却也进行了Nanamica的一些工匠精神跟造诣啊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这条裤子呢 虽然看起来的版型是一条比较常规的日系的工装裤 但它的灵感来源呢 其实是来自于军队中的军库的一个版型 对灵感来源是这样子 然后它的口袋的话是也是设计的跟黑色长钢的一样 两边有一个侧开的口袋 这边一个这边一个 然后容量啊跟这个众生啊都是蛮强的 永远不用担心你的口袋太浅 又或者说装的东西不够多 用拳出镜 平时你不打开的话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三条格纹的这么一个设计 但是你一用一打开呢 它是又能膨胀起来的一个设计 所以说这条裤子呢让我感觉还是非常的越野跟山系啊 那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这条裤子牛逼的地方呢 就是这裤子用的Cartura的科技 那Cartura科技看过我频道的朋友一定不陌生 那它这个Cartura科技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面料的一个设计嘛 相当于是GOTEX那种科技 然后它能让你整个裤子的面料呢更加的坚韧 更加的坚硬 就是不容易被划破啊或者勾烂什么的 现在广泛运用在服饰鞋类 还有各式各样的像家具用品啊 像一些沙发什么都有它的科技 那聊完裤子我们提着聊我们这次的录影活动 那我们这次录影活动 虽然我跟我的partner什么东西都没有带 但是我们还是受到了主办方的邀请 以及热情的款待 不仅认识的一些朋友啊 他们还无偿 甚至还帮我们考 所以真的是在这一次录影活动中 真感觉到非常的热情 大家都是一种比较向往自然 比较外向 比较爱交朋友的人呢 他们聚在一块 一起choo一起聊天一起交友 甚至 我不仅拿了吃拿了喝的 我还拿了一件grammich的衣服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以及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毕竟这次我跟我的朋友呢什么都没有准备 但是却还是享受了大家很多照顾 所以非常不好意思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想把这件grammich的衣服呢 送给屏幕前的你们 对 那这件衣服呢是grammich的一件 比较基础款 比较常规的一件T恤 那白色的 那我也还没有拆 那我想说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或者说直接上身给大家看一眼吧 试穿一下 这就是我的原味T恤 开玩笑 我只是试穿一下 好吧 给大家看看一个效果 OK 3 2 1 Go OK 那现在已经上升了这件衣服 还是非常舒服 非常摆大 非常鸡腿一件grammich的衣服 大家可以看到我左胸前有一个grammich 一个小野人 一个小logo 以及我后背 有一个大的野人的一个logo设计 还是非常的有趣 非常的好玩 至于参与方式怎么参与呢 就是一件三什么 OK自己懂了 好吧不多说了 都不早了我该回去参加我最后的篝火派对 那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一件三连 然后按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看到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大家看到我身后呢 现在就是在最后的一晚上的篝火派对 我脸看起来稍微有点红润 因为我稍微喝了一点点酒 但是很契合当下的一个氛围 就是大家围着篝火开始跳起来了 我感觉我 哈哈 这里 待会儿 i'll see you again i'll see you agai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